這次裝修時 初時想找一些新的想法 於是找了另一間製作家 但之後發現製作家太著重設計方面 很少想到我們在用家上的實用性 之後打悟了一段時間 我們決定改了 找一間穩陣的有實力的公司 就是你們幫我們完成這個項目 有三年的保養時間 中間有任何執漏 我都找過你們DIC的同事 都非常快地回應我 我覺得是很開心 很滿足 這次的單位位於銅鑼灣 十月面積大約600呎 間隔為兩房兩廳 不同的房間都有不同的主題 下飯廳走黑白灰的營家路線 主人房走英式的輕車風格 而工作房就是以球會的主題為設計的特色 每個空間都各有千秋 是不是很想快點看一下 這個這麼不同的設計風格元素 拼在一起會有什麼火花呢 主要就是Modern的黑白灰 兩間房就有少許改變的 主人房就是紫白灰 跟我配合一些 就有個英式和女性化一點的 另外就是男主人的工作房 就是黑灰紅色 因為他很喜歡禮物店 所以就給他一個show 灰色的梳化背場 加上黑色的光框展示櫃 好多姐 聽不出你這麼斯文 黑飯廳的設計這麼型格 其實我覺得黑白灰 就是一種比較簡約的風格 因為我本身兩間房 已經有自己很鮮明的主題 所以我就想在黑飯廳就簡單一點 黑飯廳就以簡單的顏色為主 一邊就是深色的組合軌 本身我也擔心感覺看上去會有壓迫感 但設計師在廳的另一邊 就用了淺色的設計風格 平衡整個深色的暗沉感 再加上燈光效果 去增加溫暖度 我覺得客飯廳 酷得來也很溫暖 這裡還有一個大型的組合櫃 設計師非常貼心 他在櫃底加了放光效果 減低大櫃的壓迫感 其實我先生十幾年前 第一次做裝修的時候 已經找到了DIC 都非常滿意 這次裝修的時候 初次我們想找一些新的idea 於是找了另一間設計師 後來發現設計師太著重在設計方面 就很少想到我們在用家上的實用性 之後擔悟了一段時間 我們決定改了它 找回一間穩陣的有實力的公司 就是你們幫我們完成這個項目 黃小姐 你們的廳設計很簡潔 完全不像其他地方會有很多大型的電視櫃 是的 其實我們都想看電視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大壓迫感 那就不要那麼累贅了 設計師就在電視機位 只是做了一個地軌 留白了一個長身的位置 跟廚房有顏色上面的層次對比 都有分隔不區域的作用 我們經常都會上來看的 尤其是我先生 每次遇到師傅問東問西 他們都會答得非常清晰 非常專業 我覺得這個真是學到東西 另外在側漏那天 我都全程在看著 十幾個師傅水木工的全部都在這裡 是很有專業的團隊精神 而當中他們幫我們做了一些傢俬 這些傢俬是我自己買的 但是我裝陷得不好 他們都願意幫我們 無私幫我們去撿樓 這件事我是非常欣賞的 多謝他們 何小姐 我覺得你的房間 是很多女生都夢寐以求的房間 感覺很夢幻 其實我自己都把我自己 從小到大一些不同的想法 放在這個設計裡面 白色的傢俬可以減少大貴帶來的壓迫感 而這組到頂組合櫃就是一個好例子 主人房的組合櫃 貴身以簡單的歐綠花線設計 清新優雅 但它不單止只有一個大字 還有一個為何小姐貼身打造的功能 這裡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設計師幫我製造了一個隱藏式的燙板 去裝好我的電子琴 我知道要設計這個琴位 是需要配合衣櫃間隔 還有整體的長度 過程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但設計師和師傅都非常專業 成品剛剛好配合我的電子琴 還可以省很多空間 其實整間屋我都很滿意 因為所有每一部份都是我有參與它的設計 但因為我不是設計師 有很多實際面對的問題 我是不知道 但你們公司設計師很好 他們不是禁止我的設計 他們是相反給一些真實的 可以拉近我心目中所想的事情 告訴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很欣賞的 工作坊就以球會的主題打造 以紅色和黑色為主 因為南戶主宅非常喜歡禮物袍 所以有很多關於球會的球衣和足球的擺設 和主任鳳的感覺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間書房除了有一張書桌外 還有一個多功能的到頂櫃 跟它相連的有一個展示櫃和上隔床 上隔床就是方便戶主看櫃在累的時候休息 這個紅黑色的多功能櫃 貴身以太空感覺的條文設計 再加入了金屬的元素 呈現了型格的工業風 而工業風就容易給人一種古舊的感覺 但紅黑色的配搭 就可以為這個設計增加更多的現代感 浴室以深色的酒店式設計 加入了工業元素 以黑框玻璃為企光的間隔 有乾濕分離的效果 同時 浴室也有一組暗床燈床的鏡面吊櫃 配合昏暗的燈光 減低壓迫感之餘 令人感覺都很放鬆 因為整個裝修過程 我覺得非常順暢 亦都非常滿意 有三年的保養時間 中間有任何倒閉 其實我都找過你們DIC的同事 都非常快地回應我 我覺得是很開心 很滿足 所以現在我身邊有些朋友 如果要裝修的話 我都會推薦他們設計情報中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 到別墅嚴格遵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 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 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 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 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慰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 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任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圖 並不需要再放大一段時間 再放大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再放大一段時間 就可以放大一段時間 去年 DIC 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用落訂 不用等收樓 不用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及傢俬的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了溝通上的誤會 In-ray Machine 引入 3D VR 技術引擎 配合 AI 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長子、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拍 完成了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如果想看到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俬設計 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聊聊 DIC In-ray Machine 3D DIC In-ray Machine 3D 用想像見未來 快些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 DIC In-ray Machine 3D DIC In-ray Machine 3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